好厲害 好 難道 難道不知道我最近主義低潮嗎 其實講不出什麼話 對啊 前幾天 前幾天還被那個 被 蔡英文吐槽 就是 人生中 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挫折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 他有爆片了 那沒有我的事了 對啊 真的 好 好 好 那那個 今天大家都來這邊 講這個 五六運動的 從一開始到現在的故事 然後 我跟這個運動的關係 就是 其實也不長 就差不多就是一百集的時間 那就是在 在兩年前的時候 兩年前的 飛河遊行 結束之後 然後我記得那個綠萌的 推出心裡有一天 就 找我說那個 柯達他們要 弄一個論壇 然後希望原來 可以 找些表演 或是 弄一些節目 然後我就去 那個 跟柯達還有 教練他們開會了 然後我們 在那個第一場 會議之後 就是大概 決定了 整個 每一集的 節目的 一個儲行吧 那基本上就是 表演跟那個演講 穿插 那我就是負責 每個禮拜去找 各式各樣的 創作 創作 創作歌手來表演 然後 然後在 2013年 2013年其實就是我 正式成為 失業一族的 開始 那所以其實我 一整年都有 蠻多時間來找 表演 對 對啊 好 那就是沒有我的事 很厲害 你很重要 我跟你講 這個禮拜 100集結束 下個禮拜 大帝要在這邊 開大長話第一集 請大家 交給你啦 真的嗎 你自己決定 我研究看看 廣角都你的 裡面都是 那整個在音架上面 裡面那些 是我的 OK OK 好 那我們現在 腦袋OK了嗎 好來 關燈 謝謝大帝 謝謝